民国75年,本师上人敏感察觉花莲有灾变要现前,因此带领30多位弟子,由花莲车站赤族行较至天祥祥德寺,沿途每人持念十万句灭定夜真言,并在寺中经济,念国七日,普放大蒙山诗时,以此功德回向灾变减轻。 15天后,花莲地区发生六级气的大地震,幸好会酿成灾情,近山祥德寺,弘扬大怨心。 在酷热无比的炎夏里,寒风刺骨的炎冬中,本师上人赤足跋涉,千里行愿,热血斑斑的足迹,走过滚烫的柏油路,他悲悯众生,一心为普利明阳而勤修苦行。 不久,本师上人授祥德寺董事会敦替魏主持,并于75年进山。 进山之后,本师上人默认强德寺魏地藏菩萨的印花道场,并攻速36尺地藏菩萨金身,毕扬地藏菩萨的悲心愿力。